柯文哲遭到羈押 有人不滿法院的裁定 就在PTT上留言 先殺了法官和檢察官吧 还央焉要开大卡车去撞他们 吓得其他的网友立刻报警 警方一查发现 嫌犯是国小客服老师 火速将人通知到案 他说因为一时情绪激动才会留言 并没有真的要杀人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裁定羈押 遭上铐在去看守所 发面一出不少支持者都无法接受 在网络上大骂 甚至还发生恐吓事件 有人竟在PTT论坛下 先杀掉法官和检察官吧 不然谁他们都能弄进去 还说大卡车跃跃欲试 暗示要去冲撞侦办人员 恐吓意味浓厚 事控言论下的其他网友立刻报警 警方寻先一查 发现这名48岁阳性嫌犯 居然是名客服老师 主要教导国小学生 他到案后公称看到新闻报道 实在太生气 一时情绪激动才会留言 没有真的要杀人 也是危害社会的方式 而且对小朋友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的很大的担心的部分 虽然嫌犯没有真的动手 不过扬言要杀掉 侦办柯文哲案的检察官和法官 仍然处罚 最查留言账号 笔对网络资料 发现是杨姓男子所为 全案两小时之内 通知杨姓男子 到案制作笔录 为人师表 竟然没有以身作则 警方在呼吁 不管是哪个党派的支持者 都应该要理性面对 记得超会 林秉舟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